主任 最近我一直在追查 值班室的那起命案 目前警卫队的人员 已经排除了嫌疑 所以接下来 我要对各个部门的人员 进行排查 这件事情啊 不用排查了 凶手和共挡没有什么关系 老周啊 你说说吧 这个 是这样 昨天财务科大扫除 意外发现 一个装现金的铁皮柜 后面被人掏了个大窟窿 里面的钱全没了 没了多少钱 三百多万吧 确实说 按照陈特派员之前的推断 我们财务实也在二楼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凶手就是盗走的三百万的人 是啊 你说现在的人啊 为了钱呢真是不择手段呀 对了孙悟 那个死在直白室的警卫叫什么名字 叫王海 抚恤金给人家了 家属已经领了抚恤金 并且已经在文件上面签字了 所以这件事情 应该算是了结了 宋副主任 我看你是办公室做酒了吧 什么叫了结了 保卫这么严密的情况下 发生了命案 而且人死在了我们上海办事处 如果这件事不一查到底的话 你要怎么一查到底 这事情不就已经水落石出了吗 如果他偷钱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呢 可派员 你是想抓共产党想疯了吧 别人的家属都已经不追究了 你还揪着补放 万一让南京听到了风声 你让主任的这份报告怎么写 报告是报告 我们可以内查呀 况且抓捕名单上的共党 并没有全部被捕获 就算是跑走了几个共产党 也不能说明有人泄密啊 况且家丑不外扬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应该学会以大局为重 大局为重 好了好了 二位也不要吵了 我知道 大家都为了工作嘛 陈特派员呀 他责任心强 但是 这个宋副主任 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 这南京方面 已经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成果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 再给自己找麻烦呀 所以 王海的这个事啊 我觉得 也没有必要再深究了 就这么定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 学生的激进行为只是暂时的 烧毁日本工厂 抵制日货 与日军宪兵发生冲突 这种只会激化矛盾 给对方进一步侵略提供借口 不管哪家报社 一律不接受采访 外面情况怎么样 又烧了一家日本工厂 推翻了一个电车 这帮学生 九一八之后 没一天消停在了 校委员 又有一外面中学生巴克了 他们在虹口集会 和日本宪兵 发生了冲突 这帮学生 越来越不笑话了 喂 啊 好处长 什么叫学生的过激行为 严重影响两国外交 谁让你这么说的 你这是不怕事的 学生们已经落到大门口了 这么敏感的时期 你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您是知道的 我只是不想造成无端的恐慌 而且 上面的政策就是维系稳定 学生根本不应该参与其中 这也是为了避免 更多的留学事件发生 维系稳定 不等于同情敌人 现在上上下下都在抗日 蒋介石已经下野了 你是不是也想把我 扔到向上去啊 我告诉你 下面的人 不只是学生这么简单 你是给人家留下的 足够的把柄 小陈碧 这个烂摊子 你自己收拾 好 我找张市长去 张市长 他今天上午已经辞职了 什么 谁啊 谁啊 王大夫在家吗 在家 外面啊都是游行示威的学生 你看塞了这么多传单给我啊 看来你们组织工人学生啊 发放这些传单 还是挺有推波助澜的效果的 可是光靠撒传单 是打得到日本人的 怎么了 日军要轰炸紧咒 蒋介石公开表示 要应对防御 必要时采取自卫行动 以气抵抗 那你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喘不了 我们还要组织上海民众成立 反人救过联合会 到时候呢 可不是印传单 发传单这么简单的了 我们要援助罢工工人 组建义勇军 创办反人刊物 一堆事情忙得很 你是不是腰伤又犯了 没事 就做的心有点差 没事 你干不干什么 我以为我面前 站了一只大熊猫呢 我这几天没过来 你是不是又没睡觉 睡了几个小时 睡了 你怎么答应我的 说好了 无论如何也要按时睡觉 你这是什么呀 什么好吃的 哎呦 金黄蜜草 这哪儿买的 这是宋大哥 突然从武汉 带回来给程碧姐的 我就拿了一些过来 味甜似蜜 沙酥可口 好吃 你也尝尝 好吃吗 给老李也尝尝 老李 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 你怎么就知道糊弄我 小伙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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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是别去了 那帮学生正在气头上 不一定听您劝的 而且您现在的处境 也不方便出面 哎 你小伙议 小伙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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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小伙议 同学们 同学们 你们听我说 你们听我说两句 以前 我和你们一样 有着满腔的热情 渴望投身革命拯救国家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 光有热血和激情是不够的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有可能打伤你们的性命 你们还那么年轻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相信 政府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铺 你是虚伟的走狗 大家别跟他废话 对日选战 我要走 对日选战 同学们 我是在保护了你们 你们这么做很危险 还很愚蠢 所谓的自由和民主 不过是一些人 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编造出来的骗术 不要再沉迷下去了 你们再荒废青春 荒废学业呀同学们 你是个人根本不怕在政府认知 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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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了 没事了 公罗 没事 没事 我没事 没事 没事 回家了 咱们回家了 别忘了 你哭了 今天的事 我明显失败利用了 记者会上那些话 都是他们让我说的 现在出了事 又把我推出去 黑锅让我来背 这受了委屈 也不一定是坏事 你什么意思 去南京 把你的委屈 告诉汪先生 他一定不会不怪你的 别哭了 小心了 小姐帮我拿一下 要是开战了 我们就得一直躲在这 到时候 停了电荷煤气 到了晚上肯定了 来 给我 咱们就可以在这儿休息了 好 了 让我变得上 没有 来 到时候 我继续了 这个 我 感谢观看 小姐 外面打仗了 快 没事 别害怕 小姐 这太危险了 我们快回去吧 不行了 我今天一定要见到这人 小姐 快点 快来人 快 小姐 小姐 你还是回去吧 不行了 我今天一定要见到这人 小姐 小心 小心 快 快 准备手术 快 准备手术 快 快说 快说 来了 来了 没事 怕我去让姐姐 马上就备好了 来 给我水 慢点 吃吧 不是 你们 performed happe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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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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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嘛 不过汪先生也没有太在意 只不过有点心烦而已 你的事跟他说了 说了 汪先生当着我的面 让秘书给党部的人打电话了 总算是替我出了口气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应该去庆祝一下 为这点事庆祝 不至于吧 不光是为这事 也为我们的事 开车 这仗啊总算打完了 天天待在家都快憋死我了 可不嘛 每天都吃那几样素材 快减肥了 你们看我 是不是变迷要跳啦 你呀 现在大半个上海都吃不饱饭 你还吵着减肥 你要真的不想吃 就给难民送去 对了 王姐 听说 华界里已经没有人了 是不是真的 也没有那么夸张 前段时间的报纸上 不是登了吗 华界里面 有一万多的房屋被毁 工厂 学校都没有了 具体数字我是记不清了 反正是 牵走了好几十万人 那份报纸我也看了 上面说 损失了一万两千多座房屋 四千多家商店呢 算了算了 咱们聊点别的吧 电商日报举办的 电影皇帝评选 你们都投票了没啊 我还没来得及呢 你呢 你呢 我也是啊 你呢 当然投了 你投了谁啊 当然是金燕 我也是 昨天金燕得了多少票啊 这么哪记得清楚啊 玉珠啊 你知道吗 好像是三万两千七百七十二票 那照单呢 照单好像是三万零九百八十七票 还有高站飞 高站飞是两万七千四百零一票 今天就是投票的截止日了 按票数来看的话 电影皇帝肯定就是金燕了 天哪 玉珠你也太聪明了 怎么可以记得这么清楚啊 看一遍就记住了 参谋部制定了详细的围剿结议 下面我给所谓详细的结议 陈特派员 有什么事吗 没事 你们忙 一眼快起的 来 我看你们说 今天你们的女朋友 到底是不是在那里 这 这我哪吵 这个夏宇竹没那么简单 您是怀疑她 上次围剿计划的先秘 问题就出现在我们这 夏宇竹不仅参加了那次会议 而且她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嫌疑很大 还有王海的死 至今都没有抓到凶手 从今天开始派人给我盯着她 明白 双局 快点 小姐 你们要去哪儿啊 去渣北 听说那边见来的那民营 好多人去捐款捐物 我也找了些衣服和带了些钱 准备给那些难民送过去 小姐 你心情真好 真 小姐 你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那些难民好多得了天花混乱 关系 我怎么办 小姐 奶酪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满汪 大人 小姐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没事 可能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吧 那 那别去了吧 来都来了 赶紧走吧 那我自己进去 你就在外边等我就行了 那哪行啊 我要跟你一起去 你听我的吧 里边什么人都有 又脏又乱的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了 我抱着啊 大夫 大夫 救人啊 大夫 怎么了 大夫 我求求你 救救她 我家小姐 跟他跟我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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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大夫 大夫 你要救救她呢 小心 放心吧 我们会进去 医生 医生 你一定要救我家小姐 放心吧 你一定要救救她 方局 你说小姐怎么了 你来医院干嘛 生病了 小毛病 长发 又来抓药了 王医生 先前给你开的药 你养殖吃了吗 吃了 哦 那你的失眠有改善吗 按理说看了这么久了 应该有好转的 我看到啊 你这个啊 不是身体的问题 是心理的问题 什么叫心理问题啊 你以前有没有受过什么刺激 或者你有什么心结一直没有解开呢 以前 这样吧 回头来我这里再开些别的药 试试吧 谢谢啊 不客气 那个 失眠可能 光吃西药不一定行 试试偏方吧 买点酸枣仁 谢谢 大夫 我叫小姐她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 是怀孕引起的低血糖 怀孕 病人太像有些不稳 最好住院的再做一下检查 我先过去了 谢谢 行了 行了 盛君 我要当妈妈了 小姐 怀孕是大事 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我没事 我挺好的 还说没事呢 医生说这胎像不稳 要住院观察几天 长发帮你办住院手续去了 长发 他怎么来了 他来医院取药 还不说这个了 小姐 你打算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啊 当然是生下来呀 这可是我和志愿的孩子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呀小姐 要是程碧姐 宋光大哥 还有陈德道 他们要是问起 这孩子的父亲是谁 你要怎么回答 这个 这个我还没想好 这个我还没想好 那就让他想 反正不能给小姐惹麻烦 他还不知道呢 盛君 帮我一个忙 知道了 这个孩子的父亲 当然也是太容易了 红包车 去白克路 来吧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以大局为重 我们要帮助上海民众重建甲园 志远,出来一下 你们再讨论一下 双菊,你怎么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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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可以賭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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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賭座 我可以賭座 我可以賭座 所以我願意賭座 在這種渾境下 懷孕 我可以賭座 真的是辛苦你了 你还要面对很多想不到的困难 为了你 为了孩子 我什么都不怕 有件事你一定要听我的 为了你和孩子的安全 我想尽快安排你离开上海 可是 我想留在上海 我也想喝 任务员 陈德道来了 陈德道怎么来了 志愿 你快走吧 那你怎么办 陈德道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你放心吧 你走吧 任务员 赶快走吧 再不走来不及了 你还在犹豫什么 快走 就是这样 你来干什么 听说夏小姐怀孕了 当长官的来关心一下是应该的 消息够灵通的 怎么没有看见孩子的父亲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夏小姐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喜酒都不请我喝 孩子就有了 这个男人也太不像话了 自己的女人有了身孕 面都不露 他工作忙 没时间 他做什么工作的 叫什么名字 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夏小姐 你是我们党务调查科上海办事处的人 我们有责任对你的婚姻状况 配偶身份进行调查 怎么 不方便说呀 陈特派员 我家小姐要休息 请你先出去 告诉我是谁 我马上就走 否则 我有理由怀疑他和地下党有关 陈特派员 你别血口喷人 真不说呀 把夏雨如给我带走 起开 起开 等等 等等 陈先生 顾长发希克尔了 你干什么来了 我刚才去给宇宙买水果了 你给我给我 你没把咱们的事情 告诉陈先生 跟她说干什么 这是咱们俩的事 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剥橘子汗 顾长爸 夏宇珠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的 是啊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你爱信不信 陈先生为什么不相信啊 陈先生也知道 我一直就喜欢宇珠小姐 谢谢 陈特百元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请出去 我家小姐要休息了 逼着 陈总 陈斯 陈斯 皮 photo 这顾长发这小子 也不不浅呢 夏宇珠根本看不上顾长发 一个瘸子 怎么可能 给我查 查顾长发 查这个夏宇珠 是 查顾长发 谢谢你啊 宇珠小姐 任委员对我有恩 可我欠 我不祈求你们原谅我 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你别这么说 小姐 陈子都她不会伤心的 好 长发 陈德道一定会去调查你的 给你添麻烦了 如想写这些都不算什么 只要能帮到你和任委员 我愿意继续帮助你们 可是 这样做太委屈你了 不委屈 应该的 对 我们就想了解 吃这个 任务员 这里不安全 咱们该走吧 让我再陪她屋子待一会儿 走吧 要不要不如休息了 不用 运动运动 老自我扎 对孩子不好 看见宇宙现在这个样子 我终于明白了 巴尔扎克那句话的意思 母爱是女人心中 最简单自然 永不衰竭的东西 我 你看着我干嘛呀 我在想 我们孩子出生前 你会是什么样子 你想什么点 回头让小夕听见我不好 这哪有 双局 易卓 杉范你来啦 哎 谢谢啊 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 啊 你身子好些了吗 好多了 你说 宇竹怎么会看上这样的男人 我觉得长发挺好的 踏踏实实的 就是个过日子的人 我不相信 都那么长时间了 你还怀疑吗 我就是不相信 宇竹会喜欢上长发 我更不相信 宇竹会给长发生孩子 感情的事情 哪有什么道理可讲 肖委员 顾先生来了 肖委员 宋副主任 这是我同事从老家 带的老母鸡 给玉竹补身体的 特别好 小夕 快带去厨房吧 好 等会儿吧 跟我来吧 宋大哥 程碧姐 玉竹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看上顾长发 哪一点了 程碧姐 长发她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她为人忠厚 对我又很好 你就放心吧 以前呢 我是想撮合你跟君昊 当然了 君昊有君昊的问题 缘分这东西 谁也没办法左右 但是你不喜欢君昊也就罢了 你倒是找个好一点的呀 你挑来挑去 挑上了顾长发 你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 自己都照顾不好 将来怎么照顾你跟孩子呀 程碧姐 我知道你疼我 但是我已经长大了 我知道什么人能给我幸福 长发 她很爱我 我觉得很幸福 我以后都会很幸福的 那婚礼打算什么时候办啊 未婚生子 传出去 可对你不好 这米呀都快熬出来了 就等孩子生出来再说吧 你看看你 一跟你说这事 你就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 那你呢 你和宋大哥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要不这样咱们一块办 好事成双 我觉得雨露这个提议不错 你呀 你就跟着她瞎胡闹吧 小 你这个样子啊 别人肯定觉得你是假的 人家夫妻哪个不是出双入对的 老婆怀孕了 都是贴着肚皮挺东西 哪像你呀只知道做苦力 老婆怀孕了 我就想照顾她一位的 真是没准 买了一幅屋上枪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啊 哥哥 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之前对你 双局 你看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咱们俩是亲兄妹 怎么变得这么生分了 对啊 陈特道派人来调查吧 他查你跟小姐的事 不过你放心啊 我在游局是醉不起眼的 根本没人注意我 所以即使他们找人打听 也问不出什么 寂寞沧桑的月 爬过漫长的夜 有时绵绵细雨 飘落得太肆意 今生那些记忆 一朵绽放中的红尘尾 一片片花瓣不满 静音杯水 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尘尾 体会梦多曲折 百转千回 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在相聚里的伤悲 在相聚里的伤悲 前盼的总受罪 往事怎么回味 埋葬毫不崩溃 一朵绽放中的红橙味 片片花瓣不满 竟因为谁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橙味 体会梦的曲折 百准千回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一朵绽放中的红橙味 片片花瓣不满 轻盈泪水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橙味 这条路躲去着 百准千回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风不吹 或许知道我心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